大家好,我是布鲁比医生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读的摘要两本书 一本书叫做《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 是美国著名的卡尔·戴尔·卡奈基的一本书 我现在读书都是读那种summary 就是在油管上的总结性的 我觉得这样挺好 我先把他整个的听一遍 然后再把Kindle上面的ebook买下来 这样的话可以掌握它的重点 同时再回应一下书的具体内容 某些地方我要想再去聚集看一下 想要看文字上的东西去看书 我先总结一下 这本书的总结我已经听了两遍了 上周末听了一遍 这周末又听了一遍 我现在开始打算把它们总结下来 然后开始实行 我不是还是有这个叫monk day 就是僧侣的21天嘛 现在都已经进入第三周了 我就要把这个整个这个框架呢 就是每天都要冥想 都要运动 同时来改善自己 把这个如何能够赢得朋友 影响他人 也作为我要进行改善的一部分 今天主要讲第一部分 就是和人交往的基本原则 我要开始执行这些啊 好 第一个呢 就是说不要捅马蜂窝 这什么意思呢 就不要批评别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情绪 在情绪化的时候 你去批评和别人进行正面的冲突 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而且把这个事情就谈话就搞到了一个僵化的地位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就感觉有的时候我比如想要求孩子做什么事情 想我自己家人做什么事情 就逼得太紧 try too hard 有点用力过猛 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想一想 就这个事情 也许他们不到火后 机会不成熟 大家看一下 然后如果势头不对 咱们马上就收口换话题 不要在这个事情上来回的兜圈子 这一点呢 我觉得以后 从现在开始 我就每天就想 什么地方是马蜂窝 我离那远点 不要过去 第二个人呢 也是跟这相关了 就是不要批评 有时候我们说 哎呀那孩子不批评 哪长得大呀 不是我别人批评 脸皮那么薄 我怎么可能 我小时候经常是被别人批评 所以我们亚洲家庭呢 都习惯了 家长就是来 不是会鼓励你 有的时候会鼓励你一句话 但是九句话都是批评你 把你弱点指出来 要不然你看不到自己太自大了 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 我慢慢觉得短期有效 就是一下子 哦这个你早上必须的六点钟起 六点十分起就不行 但是长期呢 就是给心理造成很多压力和创伤 以后做事情的时候就很紧张 很小心翼翼放不开 就是有一些创伤带来的那些副作用 所以这样想来 我觉得至少我对这一点很接受 就是不要批评别人 别人如果这件事情这么做 和你做的不一样 和你做的想法你认为很错 那你也要想一想 他在那个情况下是什么样的原因 才会做这个事情 或者他的原因就是一点都不对 但是你也知道他做出这种不对的选择 可能是有情感上的原因 可能有缺失以前他自己的创伤 所以不要说就上来就说 这个人老不收拾晚吃完饭就甩手大掌柜 然后地上东西从来都是我捡 你们别人都不管 这样的话自然就会造成一个负面的 大家都觉得很难受 很被别人评论 点评 judge 这样的环境是比较不够友好 所以我接受这一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用真诚的赞美 来让别人真正去想做某一件事情 比如说 现在我就 现在这个时刻就想让我家孩子把那个 他的桌子收拾一下 但我想怎么让他能够去想做这件事情呢 我就想到 他可能会想做一些小手工 我就会想 你做手工做的非常好 把桌子收拾干净一下 做手工就会更方便一些 可能有一点就是别人能看清楚 这是一个有一个套路 但是至少也比老实说 你这个桌子老不收拾干净 你还不收拾 我都说了好几遍了 可能效果要好一些 还有一点呢 就是要无私的帮助别人 这一点他说的也非常好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好像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 你怎么不觉得还不觉得我对你好啊 你还是心里去想到别人给你认可 给你夸奖 把你当成你的大的大恩人 这也是一种去所求 自私的一种心理 虽然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时间 但是那种认可 我觉得认可感 你大可也不必 就是说这件事情 如果你真心想做 让大家都生活得更舒适 更开心 你自己也更开心的话 那就开开心去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好这几件事情呢 我觉得都挺好的 我要下面一周每天都读一读 然后再回顾反思一下 我是不是又无缘由的去批评别人了 有的时候我现在可以做到不会批评别人 但心里会有那种 觉得这件事情我不喜欢 不欣赏 心里在批评 所以我脸上就会比较冷淡 比较疏远 所以这样的话也是让别人能够感觉到不是特别好的 好吧 慢慢修行吧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